HELLO!大家好,我是Suan 今天是一條爪數片 因為我們過幾天又飛去台北 我現在這一刻就收拾好東西出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帶一個小朋友去旅行 有什麼要帶 這次已經不是豬仔第一次去旅行 豬仔之前就跟著我們去兩次的日本 一次的泰國 今年原來他已經是第四次飛了 另外我們上個月也帶了包子 一個一歲的寶寶去了泰國8天 這次去台灣就只帶Hailey和Balkian去 包子就會留在這裡,姐姐就會幫忙抽 所以我就會先收拾Hailey的東西 外面是一片混亂 所以我就沒辦法實時和大家拍這個收拾影片 但其實我面前已經安裝好東西的一代代 可以和大家分享 由衣服開始說 因為我們上次去泰國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 或者Hailey IG或者我IG 應該就會看到她有可愛的度假風的裙子 上飛機我很建議大家穿T恤 再加長褲 因為飛機其實都蠻冷的 我覺得T恤長褲是對於夏天來說 搭飛機最好的一個選擇 我會幫他們每人都收拾好一套 另外這個袋裡我收拾好毛巾 它的底褲仔 還有一些睡衣 好像去五日四夜為禮 我會帶兩套睡衣 兩條洗澡毛巾 以及足夠數量的底褲仔 但由於她還未戴夜片 我怕有時候去到一些地方 怕髒或未必找到廁所 我都會帶好尿片去的 而且晚上她始終都要人片 台灣的廁所應該大部份都乾淨的 所以這次我只帶了這個份量的片 主要是放去夜晚用的 這個是我們以前Catis的一個尿片袋 其實都很好裝 前面可以放上濕紙巾 然後這個位置就是她的日常用品 首先就是這些蜜仔 都是大概帶三四對 濕紙巾軟糖類的supplement 已經裝好了 她在吃維他命C 和Mannuka honey 毛鼻滴 溫泡水 我們是用開這個牌子的 暫時我覺得她預防蚊咬的程度也不錯 因為兩指甩是極少被蚊咬的 當然不同血型 或者不同體溫 夜蚊的程度也不同 然後就有這個 洗澡液 我們是用開舒特庫 洗頭水 護髮素 除了body lotion之外 記得帶你平時用的濕疹膏 或者有機會用鋁護唇掛 也要帶牙膏 牙刷和頭疏 牙膏我們是用開這個牌子的 還是未用有固 Hailey因為已經完全和我們吃一樣的食物 所以就不需要特別在牙外帶一些食物給她 而且她現在晚上已經沒有喝奶了 所以也不用再帶奶了 如果她真的有需要喝東西 或是吃東西 全部都是當地買就可以了 但最重要的是平安藥 我們會帶定在醫生那裡開的所有平安藥 包括咳、痰、流鼻水 紙吼、紙吐都齊了 大家記得去家庭醫生配合一份完整的 就可以讓她們帶過去 安心一點 Touchwood我們去過幾次旅行 這袋都是沒有用過的 豬仔的部分就是這麼多 然後包子 上次去我盡量還原了跟豬仔不同的東西 衣服、毛巾等的東西都有帶 但因為包子本身是濕疹皮膚 所以我們也有帶定濕疹膏和雷固 包子我就是額外買BB防曬的 但豬仔我也是在用 我之前介紹的那支 那支是ANESSA的粉紅色防曬 大人和小朋友都可以用的 那支是6個月以上已經可以用的了 我們就說說小朋友最需要的奶 包子已經一歲了 一歲就已經有固體食物了 所以奶瓶我們就帶了4個過去 從初生開始已經是用Hedgen的奶瓶 所以我都覺得很適合包子用 順便說一說奶瓶是很和不好的地方 其實當時我們的培餘D.E.E.已經有說 他身邊也有很多人在用這款 以前他最推介的Pigeon 那這款跟Pigeon的方便點是什麼 首先它是方形 其實都很容易拿手 抱著BB 你這樣餵奶 它無論如何都是這個位置 所以餵奶的時候就順手一點 它做的排氣方法也不錯 Nipple是比起平時的Nipple 是比較小和比較扁 很適合包子的 小時候不肯抹大嘴喝奶 以及不太喜歡喝奶的BB 到他加了固子之後 他就變得很喜歡喝奶 所以我們其實純粹是繼續用這個 但在他初生期間 我覺得這個也挺幫到手的 但對於吐奶方面 這個包子是一個終極吐奶的BB 是真的超容易吐 這個本身是跟他自己食道 或者是他氣管的問題 是很有關係的 因為他以前是咳幾咳 然後就會整支吐出來的 所以他在防吐奶方面 我們就不太看到他實際的功效 但戴下就好一點的 他去到加固之後 就很少很少吐 除非他被姐姐傳染了 他病了 又會有咳咳 就會吐 或者很容易逐親 就吐的問題 但也很少很少 所以大家如果是一個 吐奶BB的媽媽 之後就會很少 我們上飛機 其實儲存奶粉 就是用這些在HATV Mall買的一次性奶粉袋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的 就是這種非常不環保 但也挺乾淨的 獨立包裝的這種款式 如果是環保一點的 其實也有奶粉瓶 我們也有買的 奶粉我們是帶了一整罐去的 怕不夠的就是這樣 吃固體 又或者是拖長奶的時間 一罐如果對於我們去一個星期來說 是真的不夠 如果你BB都是比較大吃的話 起碼要多預多幾餐 要分開再裝一點 就會穩陣一點 我們喝的也是這個candermil 是一個全滋的奶粉 如果大家有興趣做多些research 然後就是大家很關心的洗奶瓶的方法 我在HATV Mall買了這支pigeon的酵素 洗玩具、餐具、奶瓶等等都可以的 而不是洗奶瓶的液體 它換成粉 攜帶就比較方便 洗奶嘴和奶瓶的刷 我們也有帶去的 大家可以帶一個大型的密實袋 又或者是帶一個盤 貼貼的那些盤 就可以把這個盤開下去 然後照洗 我們自己本身訂的除了Villa 都是一些Service Apartment 有廚房、有洗衣機、有雪櫃、餐具 那種 一三室 大家如果去泰國就訂購那間 因為包子已經不是初生BB 我們就這樣鋪一些紙 在一些毛巾上面 反轉浪乾 通常大概over night就會乾 如果還是擔心不夠乾淨 我們是有帶到手提式的UV機 這部我早上的IG story也有分享過 是以前豬仔年代朋友送給他生日禮物 裡面可以儲存到很多玩具和奶瓶 我們就會再放進去做一個UV之後 先被包子喝 慣了都會UV一下 所以我家現在廚房都還在用UV機 去消毒包子的奶瓶和餐覺 牌子就叫做59S 這部機其實有幾訂購都是幾百元 加固方面 包子就不是必有的BB 它是一個傳統餵食的BB 我們就帶了很多即食的 Little Freddy 他們的乳酪和果蓉 還有就是這些很喜歡吃的 寶寶百味波波米 寶寶百味的竹仔 一餐是吃不完一包這些竹 所以如果你又要出開很多行程 帶這些沒得放進去的竹仔 其實就不太方便 但如果BB本身已經吃得很好 吃得完一包竹仔 就當然沒問題 你用額外帶多一個鞭仔或櫥袋 去放進去就會好些 最好的就是這一種 可以蓋上去的竹仔 不要放全日 我想大概隔幾個小時再吃都OK 有雪櫃的地方就儘量放進去雪櫃 就會保持得好些 除了Little Freddy之外 他都很喜歡吃Alice Kitchen 不過他就不喜歡吃這些鹹味的東西 他喜歡吃果蓉、乳酪那些 這就是因為他不喜歡吃水中 還有這個牌子的竹 我都蠻推薦的 台灣這個龍順香 都是HKTV我買的 因為我試過日本牌子的竹仔 它裡面好像大人的味道 又有鹹又有味精 吃下去就覺得 怎麼好像在吃韓國竹仔 我們有帶一些植膠質地的碗 還有餐具 餵他吃的時候就方便 還帶了這個他很喜歡吃的麥皮 給他開奶粉或者果蓉 混合麥皮就會飽肚一點 現在還是剩下很少 這個牌子 我知道不是最好的 但他自己就很喜歡吃 水方面 我們在香港帶了4-1L的 綠色蓋的蒸餾水 因為以防他水土不服 那種水我們會再在酒店煮一次 保溫壺 然後再加一瓶原本已經OK 隨時可以喝的那瓶冷的蒸餾水 混合溫度去沖奶 就是我們習慣用的用法 4-1L的蒸餾水 但他喝到Maii那天就差不多完 買回當地的普通的滋裝水 再煮給他沖奶喝 在包子身上都沒有問題 完全是沒有出現那些瘋痘和症狀 但如果你也是擔心 你可以多帶兩支 除了這些之外 就是大家需要帶的三副鞋襪 還有就是Extra 記得多帶一雙鞋 好像包子那樣 上次他在Camel Reproduct 就被一隻鴨子噴了屁股 那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用 還有我自己有點潔癖 所以我就現場扔了一隻鞋 Extra clothes都一定要帶 還有外出就算去台灣太熱的地方 他們有機會商場有冷氣都會冷 記得多帶一件外套 可能是帽子那些 但他們兩姊妹都不戴帽子 多曬都只能塗多些防曬 就沒有其他方法了 如果帶這麼小的小朋友去旅行 我就盡量都不建議 大家排滿了這麼多的行程 盡量都輕鬆一點 好像我們之前有一天 全日放了包子和珠仔 在酒店裡給姐姐臭 我們就去做一些大人的行程 因為我們也盡量帶爸爸媽媽去 如果不是帶長輩 只是我們可以再放慢一些行程 還有連景點都不去都OK 但始終又帶老人家 又帶小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開心平衡一下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這件事 又或者如果你只是二打二這樣去 我建議大家下午才出去 又或者早點回酒店 就有很多酒店的時間 給他們休息一下 又或者可以享受一下酒店 那就需要玩具 所以我們會帶這些比較大型的玩具 讓包子和珠仔一起玩一下 這個是Pepper Pig的滑滑梯 還有這本如果大家也應該有在我們片裡見過 非常之硬殘 但是他們很喜歡的一本聽歌書 但已經脫皮了 急變成這樣 就當是給包子播一下歌 除此之外 坐飛機的時候也需要一些娛樂 電子奶醉也少不免 因為他們未必是喜歡看飛機上面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有iPad 都盡量下載一些他們會看的影片 以備不時之需 或者記得帶小小玩具上飛機 可能是顏色筆、填飾、畫寶等給他們玩一下 就可以容易打發時間了 大致就是這麼多了 希望這次的影片都可以幫到大家去執行 帶小朋友去旅行 還有帶小朋友去旅行 真的是一件非常快樂 有非常辛苦的事 各位爸爸媽媽都加油 最最最恐怖都是搭飛機 過到搭飛機之後 應該一切都OK的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麻煩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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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